国家副主席王岐山15号在中南海会见土耳其外长恰伍石奥卢 王岐山表示 近年来中土双方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相互尊重并照顾彼此关切 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和人民利益的发展道路 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发展 要继续对接好一带一路和中间走廊倡议 在大项目支撑基础上更加深化各层次市场互动 加强安全反恐合作 增进人文交流 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情意 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深化中土战略互信 恰伍石奥卢转达了埃尔多安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 并表示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愿加强双方包括安全反恐在内的各领域合作 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ack if you can see the video recognize the world 又是对足央的 14周年 对进人文交流 双方向